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对马来西亚的马来人还有伊斯兰教的地位是带来影响的 为此外交部在昨天的时候就发表文告表示 国家元首的地位是绝对不会受到影响的 其实前朝政府都已经有意愿要签这个有关的规约了 不过如果今天我们要谈这一则新闻的话 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个基本的概念 简单了解什么叫罗马规约 我们来看看罗马规约它的英文是叫ROM Statute 全名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或者你可以简称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那这项规约是在1998年7月17号的时候 在意大利罗马的外交会议上就获得通过 而且在2002年7月1号就生效了 它规定了法院的职能 管辖权 还有就是组织的一个结构 主要功能就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 危害人类罪 战争罪 侵略罪 还有这些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的 那根据外交部发出的一个声明 其实在去年12月26号的时候 首相敦马就已经致函给时任的代国家元首 苏丹·纳斯林 而在外交部长他也在2月15号的时候 再度向国家元首就是苏丹·阿杜拉 来解释有关签署罗马规约的事件 如果说签署这个规约 真的会削弱马来统治者的权利的话 相信国家元首和马来统治者 这个理事会绝对不会同意签约这件事情 更不会坐视不理的 其实截至3月4号 已经有124个国家已经签署了罗马规约 当中也包含了其他的君主立宪国家 比方说比利时 柬埔寨 丹麦 日本 荷兰 挪威 西班牙 瑞典 还有英国等等的 那顿马也有认为说 他说如今边境已经不再是人们活动的障碍了 他说我们一直都有看到这些犯罪的活动 总是会跨越边境的 因此他认为无论这个犯罪分子身在何处 我们都需要对他们采取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原因 那外交部也有点书 签署罗马规约是会提升大马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并且是可以促进大马还有国际社会的团结 是 能不能促进大马和国际社会的团结 我们就先隔一旁吧 那先来看看这项公约是不是真的会导致国家元首被带上国际法庭 或者导致国家元首作为国家统帅的地位受到威胁的 那根据外交部的说法 即便是马来西亚如规约里面所制定的第五条文章 犯下令人罚指的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也绝不会对付国家元首的 那这是因为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第四十条 就这个条款阐明说 这个元首在君主立宪制之下 只是根据首相或者内阁的劝告来行事的 那此外根据联邦宪法第四十一条款 虽然国家元首是联邦军队的最高统帅 但是他没有宣战的权利的 再说我们来看看 西蒙领袖当中 他们是步伐来自土团党和成信党的 如果说他们会选择做出一个 会影响马来人和伊斯兰教地位的决定呢 那他们不就等于是自毁门户吗 把两党的支持就马上就轰出了这个门外吗 那在这方面 相信他们会比任何人都还小心 毕竟你少了这个支持率啊 你要稳住阵脚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好了 根据这个总检察署的说法呢 马来西亚在签署呢 罗马规约上是不会面对任何的这个法律的障碍 而且呢也不需要修宪的 只需要修订一些实体法 还有程序的法规 那外交部呢 目前已经要求总检察长呢 就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那国家严手本身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而且啊 马来西亚在联合国的年度大会上呢 也可以理直气创的就是抗议 犯下一些种族侵袭啊 还有战争罪的国家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说 政府或许有其他议程来签下这样子的一个规约 不过呢 以目前的局势来看啊 马来西亚签署罗马规约呢 是无害的 那对各族人民呢 其实更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保障 在必要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援引这个罗马规约第13条A 第13A条文 把任何犯下国际罪行的人士呢 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的检控官的 还有呢 一些学员会觉得这些国际案件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马航MS17的这个科技遭击落的这个事件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更理直气壮呢 带到国际刑事法院来审理的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